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身后就是位于卡塔尔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它是世界上最全面的伊斯兰艺术为主题的博物馆 它位于多哈海县之外的一座独立的人工岛上 是著名的华裔建筑师贝云先生在91岁高龄时的作品 也是他的风扇之作 其实这座独立的人工岛也是因贝云先生的要求而建造的 因为他不想让博物馆拥在周边新的建筑之中 博物馆的主体造型以简洁的白色石堆石堆叠五层而成 从外部看的是几何形堆叠样式 而内部则遵循了传统伊斯兰建筑中空挑高 穹顶高耸的传统 空间的顶端是带有多切割面的穹顶 从大地镇上方望去就像一顶皇冠 几何图形优雅简化的排列产生了精美绝伦的视觉效果 这里呢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伊斯兰艺术真品 从跨七世纪到十九世纪 有人说呢这些藏品或许并不如法国卢浮宫 或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那么多 但其质量绝对是丁极的 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了一个电机显示屏啊 它展示的是古代丝绸之路沿岸的故事啊 其实卡塔尔呢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 正和下西洋时就曾到法国这里 可以说呢自古以来 中国和卡塔尔的中东国家就有着友好往来 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艺术真品 但哪一个才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呢 我们一起去找一找 其实呢我们要找的镇馆之宝呢 也是和中国有关 那就是我身后的这个白色陶瓷碗 虽然说它看上去呢有些单调 做工呢可能也有些粗糙 但确实卡塔尔的佛宝 它呢制作于公元九世纪的阿巴斯王朝 大约是今天伊达克的巴士纳 上面用阿拉伯最早的书写自己写的题词 意思是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 这什么寓意呢 因为它代表了当时整个伊斯兰世界 对东方瓷器技术模仿研究的最高记忆 伊斯兰人呢从古至今就崇尚中国文化 他们历代的心愿就是想要做出自己的白词 而这个就是历史的见证 地理上的沙漠呢并没有成为文化的荒漠 在卡塔尔呢不仅有足球的盛宴 更有艺术之城的风载和魅力 从我身后望去呢就是多哈星城啊 它和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可以说是隔喊相望 一边是过去一边是现代 就这样交相辉映 人们呢把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称之为 是蒙着面纱的少女 它定义着卡塔尔人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